哦,是不是跟照片一样呢? 没有车大炮是吗? 照片没有骗人是吗? 是 流汁 老汁 我发现每天都是战争线坛 在星迪水果这里 啊! Let's go the end! 今天要讲什么好料呢? 就是要吃这个黑赤子啦 这个黑赤子呢,它是一个日本 合格山这里 季节只有三个礼拜而已 然后呢,我们通常只有来一次货而已 然后这次呢,我们找到一粒熟一粒生的 体验给大家 两个都check给你们看 在日本熟的,是他们的famous来的 真的是马来西亚的famous 日本人呢,都是喜欢吃全熟的 在它最软的状态 他们很喜欢 他们不会跟大自然对抗的 然后马来西亚人就是想要吃 生生的 嗯... 相信自己哦 我们要准备汤吃呢? 因为吃软的赤子哦 空炒我们是瓦一般用糖吃 然后另外呢 哇... 另一个呢,就比较多人喜欢的感觉啦 没有耶,最近很多人问我熟的很多 嗯... 好像你那个照片这样子流星的那种感觉 它的那个糖分的分布啊 都是一点点黑黑黑黑 然后看起来很像芝麻 所以他们也叫它黑芝麻 然后呢,越熟哦 它的感觉 整个不一样 然后这是生的咯 它的差别 整个是有差别的 哇咯... 是不是跟照片一样呢? 没有车大炮是吗? 照片没有骗人是吗? 是... 牛子... 是哦... 老子咯... 哇... 真的你好像咬着很多小芝麻的感觉 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啊 啊... 应该吃个方式呢 就是切片或者切丁的哈 啊... 用糖吃就可能有一点辛苦吧 这样子 两个方式可可以吃的 嗯... 应该它没有那个全熟的那个酱滑 可是... 它也是... 那种芝麻粒粒的感觉 嗯... 那你推荐哪个比较好吃呢? 熟的味道会更加香 更加深一点的就是... 吃到它的水分 吃到它的... 那个... 那个... 的感觉而已 我觉得熟的会比较好吃啊 嗯... 但是我个人... 个人啊... 哈哈... 吃整个季节整个非常短暂 非常鲜亮啊 喜欢个赶紧萨蛋 只有这么多火爆料 我突然间我觉得它很像蕎麦面 蕎麦面 这么变成蕎麦面 哈哈哈哈 谢谢分享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